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南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贝宁共和国总统帕特里斯阿塔纳斯纪尧姚姆塔龙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塔龙访华的有经济财政和合作国务部长 外交部部长工业与贸易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背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二十一响 军乐团奏背中 军乐团奏背中 卡龙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一战队分裂室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卡龙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记得关注哦